球評戴維斯的規劃年限也快到了 那在這方面 臺灣是不是有在做其他規劃的計畫 或是其他搜尋的想法 在引用外籍球員這個部分 我覺得要看我們目前 處於亞蘭的什麼位置 如果我們已經是四強等級的球隊 我們引進一個外籍規劃球員 天啊 我們就是打冠亞軍 我們就算今年爭不到奧運參賽權 我們下一屆試錦賽世界杯 我們搞不好也有機會 那我覺得這就是引進規劃球員 花這個錢花的值得 所以我覺得我們目前 在規劃政策方面 如果你的等級不升上來 不upgrade的話 我覺得規劃球員不如不要用 多給我們本土的年輕球員機會 這可能是個更好的發展